Zither Harp 我看见你的嘴没这么厉害 你口波没这么好吧 哎呀 你用思误道啊 徐老师 你多高啊 我怎么自己才能找到广泉了 人就是见不见 在人家问他他会说 我随便喜欢我就喜欢粉粉的多好看呀 我从小到大就想找一个 摄尔妈 摄尔妈 她是特别爱脚毛红的 男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美丽课堂开课了 史老师啊 作为一个女性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特别的麻烦 什么事情啊 我说简单一点吧 就是卸指甲的时候啊 每次弄的脏了吧唧的 而且特别的不好卸 对 其实我们生活中呢 就是有这个卸甲水 对不对 这个卸甲水呢 但是有很多人闻不了这个味道 因为太呛了 那其实今天呢 我们教给大家一个生活小妙招 就是什么小妙招呢 就是不用卸甲水 也可以轻松地卸掉指甲油 而且只要两秒钟 是作吗 我相信你的嘴没这么厉害 你口活没这么好吧 用词不当啊 徐老师 所以呢 今天交给大家一个生活小妙招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生活中经常见到的 就是胶水 就是胶水 那现在呢 来挑一个美女 我觉得今天要打场子的感觉 来 看好了 这位美女她今天没有涂指甲油 所以我们来做个实验 第一个呢 我们来涂一支这个正常的 第二个我在涂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涂一层胶水 啊 为什么要涂胶水呢 在涂之前涂胶水吗 对 要等它全干是吗 老师 对 徐老师一般像胶水要涂多少 会比较合适呢 其实跟我们平常涂指甲油的那个厚度 是一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看 其实它已经干掉了 对吧 然后这样呢 我们在上面再涂一层这个指甲油 这样不会影响这些油的色泽吗 不会 而且它还起到保护指甲的作用 看起来还比较亮 你看 你看 现在其实你对比一下 这边没有涂这个胶水的 反而看起来这个光泽度 比较乌涂的 涂了胶水的 比较有光泽度 对 而且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卸指甲的时候 可以不用这个卸甲水 怎么办呢 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等一下 等一下 石老师 咱们把惊喜留到最后 好不好 然后咱们先用普通的卸甲水 把这个卸掉 好 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 以前的脏兮兮的那个状态 一般这种红色一定会留底色的 对 是 就是卸的不是很干净 对 它这个涂大还比较轻薄 平时咱们要把一个 涂两层 三层 对 一个枝酒颜色很好呈现在 自己的手上面都会涂两到三层 这样卸的时候 总是卸不干净 在枝节上面留有残余 而且这个卸甲油 你看 卸的时候总是 就是还得擦好几下 而且呢 就是这个味道特别刺激 而且它这个 在手上它也特别杀手 而且像这个小边缝 你看 这个缝的地方 还是你需要拿一个小牙签啊 或者什么的 反复的去擦它 总之呢 好麻烦哦 对 而且卸完以后 好像对你的指甲有一点点损伤的感觉 就是指甲缝里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 也会有一个粉色的底色 对 对 和旁边的对比起来 就即便擦的再干净 总感觉好像留下了一层东西似的 对 那我们现在用我们刚才这个小方法 你不会连着这些二扣的来吧 你用着点啊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好 时间失败 施老师要不要这么细心呢 我要它完整一点呢 哎呦 还要完整点 看到没 哇 哇 这是整张下来的 对 哇 天呐 哇 另外一个你自己来尝试一下 感觉一下 哇 这个太神奇了 因为自己的话可能就是感觉更顺手一些 别人给你抠的时候可能 我觉得这个好方便 对 如果家里面正巧没有那个卸甲水的话 我经常有这种情况 然后这样一卸就卸掉了 而且剥下来的时候你只要有一种成就感 哎 哎 哎 而且你能看到这个这边还是比较有光泽的 对 就是完全没有伤到指甲 看这个明显就比较干我觉得 对 干干的 就是有一层乌涂涂的 因为你本身指甲上面有一层保护膜 被那个洗甲水给它腐蚀掉了 哎 刚刚那个方法的确非常的有效 嗯 而且呃 最后呈现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方便简洁 各位网友朋友们都学会了吗 赶紧学起来 对 然后那我们下一期课堂讲的是什么呢 石老师要不要提前透露一下 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 又卖关子 对啊 好吧 不多说了 关注我们学习更多的知识点 哎 下次再见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好奇嗨死妞环节 哎 又到了这个环节 就是特别期待这个环节 今天这个环节有意思啊 就是心目中的完美男友 咱们现在先谈一谈 小时候你心目中那个白马王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简单的就来说就是高 要一米八八以上 然后呢 姚明 对 你多高啊 我怎么这台词想到凤简了 然后呢 那个身材要特瘦 我喜欢那种腿特好看的那种 然后呢 有点腿屁 这都说男的 女的也有这样 你说的是电线杆吧 然后又那么高吧 然后又那么瘦 哎 徐老师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他那么高啊 然后呢 然后善良正直 然后呢 勇敢 像奥特曼一样 奥特曼也挺细的 对啊 你看那小手 对啊 下一位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武侠小说里面 电视剧里面 那个顿玉 又是小王子 一身白衣那么帅 武功又高强 然后完了 还会察言根色讨女孩婚信 我在小的时候觉得 真的是就是喜欢看童话 最后王子和公主怎样怎样的 那时候是最向往的 小的时候 觉得哪个女孩都有公主梦吗 我从小啊 我妈妈姓孙 我爸爸姓猴 我们就是孙猴一家 从我九岁开始 我们住的是桃园小区 所以我从小就喜欢看西游记 所以我喜欢孙悟空 你爸爸叫孙悟空 你爸爸叫孙悟空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唐松 然后她不听话 就念紧箍咒就可以了 然后她痛不欲生 但又离不开我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心目中那个她 听话两次最重要 对你百依百顺 对 下一位 好吧 我从小到大 就想找一个 事儿妈型的 事儿妈型的 特别爱挑毛病那种的 然后特别大男子主义的 你小时的梦想是这样吗 我从小到大就这么想 我真的 我朋友都说 你是不是犯贱呢 对 我就是犯贱 小时候吧 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 最爱看美少女战士 所以我的梦想就是夜里浮假面 就那戴一个眼罩 那 那就一帅 老帅了 那夜里浮 那碗里浮啊 蹭蹭的就来了 就找水冰月来了 飘来了 蹭蹭 倍儿帅 那真是我理想型啊 然后吧 小时候就想找那样的 然后活到现在了吧 那就是童话 现实可没有 刚刚我们聊过了 小时候那个童话 白马王子梦 现在聊聊 现实生活中 真正你们内心需要的是 什么样一个男人 我比较喜欢尊重别人 善良的人 就是觉得人人平等 那样会 我觉得比较好 我有一次 跟一男生出去吃饭 他付钱的时候 他拿 那拿着一袋钱 一张一张甩给那个 社会员 你快的吗 不知道 我忘了 我不太记忆 那脑袋不太厚实 然后呢 我觉得一下 给我印象就特别不好 这种人往往给女生的感觉就是 你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人 对 讨厌 从心里的那个位置 直接卡下很多 对 下一位 我喜欢那种 因为我本身是女王型的 我喜欢奴仆式的男朋友 伺候我 在墨 随叫随到 随时满足 我 我曾经有这样一个男朋友 挺符合我的标准 我每次饿了 我就说我要吃饭 他就把饭做好了 然后端到我床前的小桌子上 我说吃完了 然后他再把盘子什么端走 然后我说老公我要洗脚 他就把盆端了 给我洗脚 我们俩那个什么的时候 他不小心压到我头发了 我说压到头发了 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 对不起 这说得好像有点靠近我现在的生活 我真的爱他吗 我爱他 我真的很爱他 但是我最爱他的意思是 我爱他就要去虐待他 他越虐他我就越爱他 他有一次真的超帅 迷到我了 我有点入戏了 我跟你讲他那次超帅 有一次我给他欺负的 他骑在阳台上 穿了一条红裤衩 胸口有一个鞋印子 浑身都是鞋领子 骑在那边说 老婆你再欺负我 我就从这跳下去 好帅 太变态了 好变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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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这么狠了 OK 下一位 我觉得我喜欢目前为止最让我心动的男生就是那种很自觉很专一 就像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男生就是他会从认识我的那一天起昭告全世界 从现在起他是我的 就是真的是这样 他的什么微博QQ什么无论什么只要是能涉及到他朋友的面的就差发一段信告诉全世界我出对象了 然后就这样 然后每天更新的状态都会有关于我 然后会很自觉的就把手机那个名字直接改成媳妇 平保就全都换成我 然后家里所有一切全都是跟我有关的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在微博上发布一条信息说 本牛粪已经有鲜花插上了 其他苍蝇勿扰 是吧 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完全要他的空间里完全所有东西都要跟你有关 都要跟你花钩 就全都变成了有我 然后就有一种满满的存在感 特别幸福 就觉得他是真的很在乎你 然后包括他的朋友 就之类的就是 哪怕说之前还会有什么前女友骚扰之类的 他都会就直接扼杀在摇篮里 昭告全天下了已经 现在你们还在一起吗 没有 为什么分的呢 可能就是人就是贱嘛 就因为说突然间有一个人真的就处女座 挑事的挑事的主 突然有一个人真的告诉我说 我挑不出来了 怎么办呢 我挑不出来他有什么毛病了 了解 这真的是这样 我自己都承认自己就是圣妈行 后悔过吗 后悔过 也会说 偷偷的去关注他一下近况 然后 看见说他 就包括现在他处的女朋友 还是这种方式 想到曾经跟自己的 对 还是好失落一点 懂了 通过你这个事情啊 跟网友总结一下 有这样的好男人就赶快把这五毛 对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不要知足 不要身在福中不知足 对 好吗 我喜欢就是体贴型的 我记得从小吧 爸妈还有很多人都会说 就是你要喜欢一个是人品好 一个就是对你好 这绝对是有绝对性的道理的 绝对可靠的 然后真的我就从脑到大 我是慢弱的人 那他们如果坚持坚持 用我喜欢的方式对我好 然后 我觉得我肯定会被收满了 慢慢的你就 你的心放被打击了 你有喜欢的方式对你好 对 你喜欢的什么样方式 就比如有些人她就给你送花 我就对她没感觉啊 有些人能给我送汤 我就心灵了 送汤代表她很关注你的健康 真的是特别贴心 在我需要的时候啊 或者说我肚子不舒服的时候 都会接着把热汤送过来 然后都不要让我碰任何凉水 衣服她都可以帮我洗 那样子 哎呦我觉得好像那个叫滴滴的小女生 好吧我现在已经就是不再犯贱了 我觉得现在特别想找一个踏实的 踏实的 对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的 有安全感 对有安全感 就算彼此一天两天不联系 也不会担心她会出去怎么怎么样啊 嗯 没有那种就是 嗯 害怕她会跑啊之类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现在不靠谱的男的太多了 太多了 对外表有什么要求吗 外表 我喜欢小眼睛的 小眼睛的 对白白的那种 我怎么觉得小眼睛的男生有一点 外表看去花一点 还有一点特别 我不喜欢太高的 哦 不喜欢太高的 对 然后最好就是有家的感觉 两个人不用说每天逛街啊什么 就是在家看看电视啊 或者可以一起去喂喂流浪猫流浪狗啊 那种感觉的 我觉得她好像更长个伴儿的那种感觉 老伴 你六几了 没那么大 五十多岁 我觉得你找一个比你年龄偏长一些的男生 这样可能他经历过的事情会多一些 所以他更懂得生活 会更懂得他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然后也会更加地照顾你 这样会比较适合 平淡的 对对对 明白了 那最后一位呢 我觉得我比较幸福 我也这样结婚了 哦 嗯 我已经找着模范丈夫了 那是什么样子呢 哦 我先说一个吧 就是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我们 我的家 就我们的新家 给我装成了hello kitty的样子 哇 我所有的姐嘛 还有闺蜜啊 还有家里人都说能 就一般男生嘛 很难接受 有那么粉嫩的一个家 然后他就是然后在人家问他他就说我媳妇喜欢我就喜欢粉粉的多好看呀 其实听起来挺娘们的你知道吗 但我心里特别感动 当然都哭了 我就太惊喜了 这是真爱我 他把我把我放在手心里当宝 而且他特别会做到的他能做到中间人 他会帮我处理和婆婆之间的关系 这人我射手座大的咧咧爱自由那种 就特烦那个鸡毛蒜瓶小事 瞧瞧瞧瞧管管我 他呢就给我当中间人 帮我买东西给婆婆 然后呢去我们家看我妈什么的 对我特别特别好 而且他呢也特成熟 知道自己该干嘛 有自己的理想 把我真人当宝 我特别幸福 哇 好体贴啊 他刚才说的一点 我觉得这一点就赢了 而且体体都会处人处身 他刚才说他老公自己买东西 然后给他自己的妈妈 就是他送对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很多人都 因为我太大条了想不到 对 祝福你 谢谢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 两人相爱真的不容易 说得太对了 对 其实有的时候呢 你不停地在 我们今天再说 你心目中的那个人是怎样的 其实有的时候 你回头看看你的背后 你的追随者 其实有的时候就有对的人 就像我们这位女嘉宾似的 珍惜眼前人 对 我听完大家讲的这些事情 我简单地总结一下 我觉得人没有十全十美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 但是呢他有自己的优点 抓住别人的缺点不放呢 太累 没有什么意思 对 他只要有一个优点 符合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个 那个点就够了 嗯 而且不要说说太多 说说那么多的话 太累了 太累了 好累啊 别误完人嘛 你自己也不完美 交来挑去的 你哪知道下一个真的就比上一个好 对啊 对不对啊 也许错过就真的错过了 差不多就好了 现在觉得幸福啊美满就OK了 对 像她一样 我觉得啊 我想把我幸福也送给在场所有姐妹们 还有我广大网友们 幸福真的特别 一定要把握住吧 嗯 听完她聊了以后觉得好开心啊 那本期这个话题呢 聊得差不多了 好奇害死妞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们继续关注我们 那下一期的话题会是什么呢 嗯 非常的期待哦 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就会知道了 欢迎收看我们的大妞来挑战环节 诶 今天有什么新的任务挑战呢 今天的新的任务挑战就是解内衣 啊 解谁的内衣 我的内衣吗 我今天没有穿 这个我擅长 我能参加比赛吗 不可以 诶 诶 这都是女人比赛项目 我觉得你说错了 男人肯定比女人解的更快 因为她迫切的需要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你对这个事应该不太有太大的兴趣 是吧 但是可以让你试一下 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项目就叫解内衣 嗯 我们现在摩托身上有五条内衣袋子 用最慢速度解的人 扣掉一百分给最快速度解完的人 哎 接下来看我们的表演哦 单手解内衣 好 准备 计时 开始 这姑娘完了我看要输 好 停 15秒 听我的口令 计时 开始 啊 这个来的很猛啊感觉 好 5秒 15秒一下变成5秒 这也太夸张了 怎么速度这么大呀 对呀 5秒神手指 哎 接下来你要一秒钟要是能解开的话 我这也解开 我这解不开 我把我这解开 哈哈哈哈 好 好 老婆说听我的口令 计时 开始 好 13秒 计时 开始 哎呀妈呀失望了 失望了 这个出手不力啊 天了 我还想要突破一下 他是突破 这100分我知道从哪扣了 对 他可以突破那个时间最长的那个 好 停止 好尴尬 他真的是突破了 他用了27秒 好难过 不知道你 你觉得你多少秒能完成吗 我 我 10秒 15秒 差不多 你平时有穿内衣的习惯吗 有啊 有 好 好 那我们看到你到底多少秒能完成 来 拭目以待 听我口令 计时 开始 好 时间到 太厉害了 今天居然出现两个并列的 他也是5秒钟 而且他比刚才那个好像还少一点 从这个后面的小数点来看是5秒06 好像比刚才那个好像还快一点点 哇塞 你突破了 对 计时 开始 新低 好 时间到 13秒 我们大妞来挑战这个环节 今天呢 算PK有个结果了 我们自然按照老规矩 由我们的败方扣出100个点 移给我们的胜方 嗯 盛方你赚了100个点 是不是应该给大家回馈点什么 那我们表示表示吧 对啊 我给大家讲一笑话吧 笑话最好 请到我们前面 是说在西天取经的时候啊 这个唐僧和苏悟空他们俩在讨论 到底天庭上是如来佛祖大呢 还是玉皇大帝大 讨论了半天啊 也讨论不出来一个结果 于是唐僧说 猴子 你去问问观音去吧 于是 于是这个孙悟空翻了一个金斗 就到了南海 到了观音那儿 他就说 观音姐姐 到底是如来佛祖大呢 还是玉皇大帝大 说完之后 那个观音非常生气的说 你个死猴子 你到底知道了什么 人呢 我天懂了